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色气闹 今天要讲的电影是十分色气血腥的 透明人 前方高能 单小的小主门请绕行哦 天才科学家塞巴斯将 正在为如何让实验室的隐形动物显形而发愁 于是他就不经意的打算偷窥两眼 换衣服的隔壁小妹找点灵感 Shit 又没看到 塞巴斯将丧气的不行 溜达溜达 忽然来了灵感 于是半夜叫起 正和男票搞事的前女友林大军去做实验 实验成功后 塞巴斯将就为了能够一举成名 不让投资者拿走研究成果 广称实验还未完成 然后在自己身上注射了隐形剂 开始做人体实验 他的运气也是超赞 一次就成功变身了透明人 随着透明成功 他那颗不安分的小灵魂也开始蠢蠢欲动 这天酱油妹正在休息 他就悄咪咪的伸出了魔爪 进来后酱油妹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但实验组却不相信他的话 实验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实验室试图使透明人显形却失败了 为了让塞巴斯将正常生活 大家就给他准备了能吓哭小孩的头套 塞巴斯将在实验室闷得不行 就趁领导林大军不在的时候 虎猪胖虎偷偷流回了家 刚到家小眼一早 就瞄到了又在换衣服的 美艳不可方物的隔壁小妹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说 然后光速涂光光 化身透明人 就窜到了隔壁小妹的屋里 小妹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正在发愣 就被他一个剑步给扑倒了 然后痛苦的事就发生了 他不顾小妹的挣扎占有了他 塞巴斯将在这件事上尝到了甜头 总觉得隐形已经变成了他的天赋 当实验室为他研制可以显形的钥匙 他开始变得非常暴躁 这天晚上天赛小哥修改了热感监视器 正准备敲咪咪的墙爬 总是吼他的林大军时 却发现林大军分手后 竟然和同实验室的迈克搞到了一起 认为自己被前女友略了的透明人 愤怒激增 开始怼天怼地的砸玻璃 被吓得不行的林大军回到实验室 发现塞巴斯将篡改了监视器 忽然感受到了一丝危险 他和男朋友迈克就趁一夜找到了投资者 克拉玛博士 坦白了现状 却不料偷溜出去的塞巴斯将 早就偷听到了这段谈话 我心想案 男主角的实验室挡了他的超神之路 就在林大军走后 果断KO了克拉玛博士 又回到基地关闭了所有通道 准备开始大屠杀 两拨人斗智斗勇开始了大战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次赛事的直播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开场后 透明人非常的活跃啊 他率先出击KO了实验室的黑小妹 实验队呢也是不甘示弱 又派出了强力队员迈克和胖虎 他们配备着最先进的热感劲 看来透明人要危险了 yes 透明人占据地理优势 出手十分果断 胖虎出局 下面应该是一对一搏斗 这个情况对迈克十分不利啊 两人早些年有一些情感恩怨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迈克聪明的用灭火气让透明人险心 抓到了他 他在冲击 oh no 没有击中 透明人看准时机 一拳就KO了迈克 前女友基石志愿救走了男票 现在形势好像对实验队不利啊 透明人士气大涨 又乘声追击干掉了酱油小妹 实验队重伤一人 存活三人 实验队还会逆袭吗 前女你怎么看 呃 你不看啊 那我们继续 透明人一棍戳死酱油哥 实验队只吃下两人了 现在形势一变倒 看来战区快要结束了 透明人竟然把两人关在了冷藏室 迈克还在重伤 看来实验队要全军覆没了 wow 林大军竟然靠冷冻式的装备开了门 不过透明人已经配备好了液体炸药 正准备离开 实验队还能成功吗 林大军追上了透明人 他发现透明人的弱点 透明人受伤了 这是本赛季以来 透明人第一次受伤 原来实验队隐藏的王牌竟然是他 透明人也又又又失踪了 哦不 透明人出现在他的后方 伸巴掌揪头发撞枪一气呵成 看来两人之间的传位是真的 这次实验队要全灭了 哦不 迈克竟然还活着 他救了林大 透明人又起来了 嘿 他竟然出了电 在这个时候发的低级错误 太致命了 看来实验队要逃脱成功了 哦不 透明人追上来了 看来刚才的电击 让他失去了透明能力 透明人抓住了林大军 比赛进入了最精彩的地方 嗯 两人的关系好像有点复杂 居然不顾比赛轻吻了起来 不 这是一个计谋 林大军竟然拉断电线 干掉了透明人 职业队赢了 好了 本次比赛就到这里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赶紧来关注我吧 娜娜在这里等你哦